大兄姐妹平安,我是麦子永全道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一至十节 当我们世约以西结书先前有关神审判的篇章 我们都会好似代入了以色列家的府境里面 感受到他们身陷罪的结局,无力挽回的凄凉 现在神却准备要为以色列家带来复兴的安慰了 讲到复兴,不其然就会想起万丈更生,遍地欢恩的画面 不过从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复兴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图画 神的复兴那是全面地渗透进去以色列家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里面 进入到每一个人所不能及的角落里面 从衰败的苦难中带来社会的公义,经济复苏,灵命的更新 以西结书三十四章的预示 运用了大量隐喻轮到以色列的牧人的失职 在古代,牧人常常比喻作国军或者领袖 因此,这个是一段神严厉斥责以色列历代君王以暴政虎代百姓的信息 到底他们做了什么呢? 从三十四章二至六节看到,神斥杀这些恶牧人 他们本应是黑己奉公,担负引渡和服务百姓的职责 但是他们却滥用职权,使得贪腐成风 不单只剥削自己的百姓,更任由罪恶不宜蔓延 没有阻止百姓进一步堕落 令到以色列家背影远离神 至终遭受神满烈的审判,变得伤痕累累 对于以色列家这个悲凉的结局 虽然我们不能任由百姓将自己的罪委过于他人 但是以色列的领袖对这个状况实在是责无旁财 他们应该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神对这一等的恶木是毫不留情的 他是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木人 是他自己的敌人,向他们租土一切不宜 以色列书34章7-10节 更加是进一步让我们看到神对自己百姓的心意 在这里,神称那些分散,受伤,失丧疲累的羊为我的羊 是神自己的羊 群羊的真正牧人是神自己 真正关心群羊的也是他 其他的牧人只是受聘的 他们有两个选择 他们一是就选择听从神的话 从墨落处回转 重新履行他们的职责 秉行真理和公义 引导百姓从道德和灵性的衰败里面 悔改归向神 一是他们就继续依言故我 利用百姓喂养他们自己 建立自己的地位象征 这样,神就必向他们追讨 夺去他们牧养群羊的权兵 使得百姓能够真正得到医治 作为一段描述复兴景象的经文 以西教书三十四章以悔罪来开始 特别去读择信徒群体当中的领袖 他们的服侍要对得起神呼召的职份 因为我们都必须向神 这位真正的大牧者交代 有没有忠心地照料属他的子民 在每一个世代里面 都有他自己不公不义的处境 人所受的伤都不一样 各位牧人 我们有没有不随己意 不凭己力 不依靠过往的成功例子 好好地去认识群羊 让他们呼喊的声音被听见 好好地去牧养他们呢 试想下 迷羊重新遇见神的时候 那一份恒久不断的喜悦 会不会成为你 我彼此守望景省 努力回应神恩典的美好期盼呢 愿神连吻我们 由我们同心祈祷 慈悲怜养天父 压伤的奴位你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你不熄灭 那是要让我们在伤痕当中 见证你的恩典常存 愿你的恩常光照我们 使我们察觉墮落远离 就重新寻求你 特别帮助我们当中的领袖 好好聆听群羊的声音 愿意一同寻求你的面 以靠你新的医治 而不是重复往昔的荣耀 我们期待你的根深临到 改换我们的身心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